巴黎奥运倒数美国队南篮黄金12人名单出炉 胡人队球星真黄LeBron James 坐在全队C位担当球队老大哥 春上美国队被号6号球衣体坛高龄39岁的LeBron James 再度受国家征召出展巴黎奥运 回顾过去三次经验LeBron James 19岁开始首度代表美国征战雅典奥运 夺下铜牌 2012年后便未再进入国家队 如今时隔12年重新披上战袍 也创下首位年龄123自投 皆挑战运动最高殿堂的美国南篮球员 美国队除了有詹黄加持另一名资深球星勇士队 Steven Curry也将备战奥运 还有网友统计美国队12名球员在NBA各个薪资惊人 总计全队身价超过5.2亿美元 相当于接近台币170亿元 不输老爸风采 LeBron James大儿子Bronnie James 近期穿上胡人队球衣 首度征战NBA夏季联赛 虽然初登板只得4分 被孙明翔靠霸 但镇黄无视流言蜚语力挺儿子 表示自己的孩子才不是玻璃形 父子双双迎接人生新挑战 从19岁到39岁 LeBron James再度出战奥运 为美国队争取最高荣耀 三连新闻新条报导